有人说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谁还没有安卓手机 还有什么必要出一个安卓游戏找机 其实就我最近一段时间 GPD-XP使用的个人感受而言 还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就是手机电量在不能随时充电的情况下 很难支撑一天的重度使用 但是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手机 买瓶水要支付 出地铁要刷码 回小区还要健康码 在外面不能随时充电的情况 是不敢任性消耗手机电量的 尤其是手机电池容量本身也不大 前天玩了一把金铲铲之战 云顶之意 居然就没了20%的电量 但是用GPD-XP掌机就没有这个顾虑 因为它有7000毫安的电池 续航超长 完全够支撑一天的重度游戏 另外作为专门的游戏设备 每次在游戏界面直接锁平 下次解锁直接就是在游戏里 不必每次都要进入游戏等待漫长的时间 这对于碎片时间玩游戏的人来说 真的太有用了明白吗 我 talks的碎片 ницей的城市